催眠 很多人马上想到 眼前晃来晃去的小怀表 又或者电影情节里和舞台表演 被催眠者失去自我控制 任人摆布或删改记忆的桥段 因此对催眠有很多的误解 或担心在催眠状况下 会把个人隐私暴露无遗 又或者不记得催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想掀开催眠的神秘面纱 一探究竟催眠是什么 就请继续往下看哦 你好 我是Jackson Light 欢迎来到FLAX 我们的大脑就像冰山一样 只有一丁点露出水面 这部分就是我们的自觉思维 我们有意识地思考我们眼前的问题 并设法理解我们周遭的现实情况 其余在水底下的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主要是在做幕后思维 当我们出生时 我们主要都是直觉性地回应周遭环境 然后年轻的我们开始学习之旅 透过与人和事件的互动 未经推理和思考 直接吸收所有信息 大脑将这些信息 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排序和归纳 透过这样的编程 我们根据当时童年时期的判断和推理能力 在长大后表现出某些特定的行为和反应 这个批判性的推理能力 决定了生活上的事件 哪些是有关联性的 以及哪些信息 对我们的潜意识是重要的 它主要的目的是在保护我们 确保我们在身体和精神上远离危险 我们潜意识的保护机制 有时也会被启动 尽管当下的处境 并没有和过去的危险 或痛苦经验有明显关联 这就说明了 为什么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 身体会不由自主地 做出一些莫名的反应 像有些人看到狗 不管大小就神经紧绷 并且感到害怕 又或者看到羽毛的东西 就心生畏惧 一想到要和丧师谈话 就心跳加快 内心焦躁不安 这些种种 我们一时间 暂时无法控制的情绪或行为 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 在这个情况下 不被察觉的潜意识启动运作 并且正强而有力地运行着 凌驾了我们的意识 潜意识之所以被启动 是因为它认为当时的情况 和过去负面的事件有所关联 我们生活中所经历过的一切 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其关联性 或者我们认知中过去的事件 一般认为在催眠状况下 我们可以绕过主观意识 直接进入一个人的潜意识 寻找出真正影响我们深和心的原因 以及它的关联性 因此可以帮助个人追求内心正向的改变 催眠状态 可被视为是一种恍惚出神的意识状态 被催眠者容易接受语言行为的暗示 受他人影响和左右 叫放松而且更具有想象力 但因为我们的潜意识 自我保护能力非常强 因此执行师没有办法让被催眠者 做出任何违背他道德良知 和个人意愿的事情 催眠主要包含了诱导和建议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松 被催眠者注意力 由外部世界转向个人内在 因此相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潜意识 并且更能全神贯注 在执行师的声音和引导 在这个特殊的心理状况下 人们会感到自在放松 且叫无拘无束 因此暂时忘却了 平时有意识的担忧和疑虑 第二阶段主要是从 过去发生的事件或者内心最深沉的需求 寻找问题的起因来降低这些没有帮助的行为 和情绪对我们的负面影响 因此这些重大情感事件 对我们个人的影响相当巨大 不只影响了我们现在表现出来的行为 同时也影响我们如何认知 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现状 催眠 其实不一定要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只是为了帮助你更容易放松 并且集中注意力 更快地达到催眠状态 其实催眠无所不在 生活中我们常常处于恍惚出神的意识状态 发现自己专注于书本或电视影集中 对周遭发生的事浑然不知 又或者开车回家 满脑子一堆的想法 惊讶自己怎么不知不觉的就到家了 透过催眠 执行师主要是把你从恍惚出神的意识状态下 让你清醒过来 转而更集中注意在自己的潜意识 帮助你对自己的思维和观念能有更好的控制 因此你可以去寻找那个带有问题的回忆 阻挡了你去过你渴望的生活 催眠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研究 已成为一种辅助治疗 适用于减缓疼痛、减肥、戒烟 戒除强迫症行为 对于治疗创伤、克服恐惧、焦虑和压力等心理疾病 也是很有帮助的 研究发现 催眠甚至可以改变人们的免疫功能 舒缓压力 进而降低对病毒感染的敏感性 甚至个人的潜能开发等等 因为它利用我们创造潜力中最强大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订阅